这一款临时收纳框使用的是两厘米宽的绑竹腾扁条 原木色10根 深蓝色10根 剪的都是70厘米长 盆排10根 竖排10根 用压一挑一的方式把它们完成 打底 打底是一个齐格式的 然后在四个中心点齐角 齐角完成之后 在第二个交叉点和第三个交叉点中间收口 最终做出这样一个临时收纳框 喜欢这个作品的请多多支持 接下来请观看这个作品的完整编织过程 或者来直播间学习吧 好 现在手上这里有20根 两厘米宽的纺竹腾 这里10根 木色的 10根 深蓝色的 剪的都是70厘米长 各10根 好 现在呢 我们先拿着10根 深蓝色的 在鼠标垫下面压着 压着 然后一字排开 我们开始打底 好 现在一字排开之后呢 我们开始拿圆木色的来进行 压一挑一 把它们穿完 好 第一根 我们是压一挑一 压一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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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中心点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两端对齐 把中心点找出来了 现在我们把中心点 放在第五根和第六根的中间 好 第二根 我们跟第一根 是刚好相反 第一根是压一挑一 第二根是挑一 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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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心点 同样是在第五根 和第六根的中间 好 第三根 第三根 跟第一根是一样的 所有单数的 一 三 五 七 九 都是压一 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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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样的中心点 在第五根和第六根中间 好 第四根 第四根跟第二根 又是一样的 所有双数的 二 四 六 八 十 都是 挑一 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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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四根 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剩余的六根 按照同样的规律 把它们完成 好 现在我们横排十根 竖排十根 已经把它们完成了 现在呢 我们来开始找出中心点 我们竖排的中心点呢 在一开始就把它放在第五根 和第六根的中间 现在我们要找出来 横排的中心点 同样是在第五根 和第六根的中间 好 第一根的中心点在 好 这里 第二根的中心点在这里 第三根的中心点这里 第五 四根 第五根 第六根 第七根 第八根 第九根 好 第十根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中心点 都找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按压住中间 然后呢 把同条往中间挪 让它缝隙小一点 同样的这边也往前挪 好 现在把这两侧边的 同样的往中间挪 好 挪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把四个对角和四个中心点 把它们用夹子固定起来 好 固定好 好 还有这个中心点 我们把它固定起来 让它不要散开 好 同样的这一根 把它固定起来 固定好中心点之后呢 我们呢 就开始起脚 好 现在我们观察一下 还有一个中心点没固定 还有这个中心点 在开始起脚之前呢 我们观察一下 这四个中心点 四根线连接起来 它就是一个正方形 这个正方形就是我们起底 最后的底部 好 现在呢 我们开始起脚 起四个脚就是这四个中心点 好 现在我们右手拿起来面前 这五根蓝色的 然后把左手这五根蓝色的呢 按照压一挑一 或者挑一压一的方式 把它整理到右边 好 这里是观察一下 这里是压一的 那么过来这里就是挑一 压一 挑一 压一 挑一 好 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的手在这里卡住 好 第二根 第二根跟第一根是相反的 好 这里是挑一的 那么过来这里就是压一 挑一 压一 挑一 压一 压一 第二根又是一样的 好 挑一 压一 挑一 压一 挑一 好 完成 第四根跟第二根又是一样的 好 也是压一 挑一 压一 挑一 压一 挑一 压一 好 第四根完成 第五根跟第一根又是一样的 挑一 压一 挑一 压一 挑一 好 完成了五根之后呢 我们要用夹子把它固定住 千万不要手放开了 放开了就白干了 好 现在我们用夹子把它固定住 好 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去做第二个脚 第二个脚同样的方法 是右手拿起来五根 左手的压一 挑一到右手边 这里是压一的 这里就是挑一 压一 挑一 压一 挑一 好 完成第一根 手这里把它卡住 第二根跟第一根相反的 这里就是压一 挑一 压一 挑一 压一 好 第二根完成 第三根这里是跟第一根一样的 好 挑一 压一 挑一 压一 挑一 好 完成 第四根跟第二根是一样的 压一 挑一 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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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成 完成 第五根 好 挑一 压一 挑一 压一 压一 挑一 好 完成了之后 记得一定要拿夹子把它固定住 好 固定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已经起好两个脚了 我们把中间完成两片 好 这里压一的 这里挑一 压一 挑一 好 不用弄很高 因为我们这个收纳框做的不高 所以呢 只完成两片就可以 好 完成之后把这个夹子拿上来 把它这里固定住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去起第三个脚和第四个 第四个脚 好 同样的方法都是拿起右手的五根 好 这是第三个脚 好 转过来之后第四个脚 同样是右手拿起五根 好 都是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它完成第三个和第四个脚 好 现在我们四个脚已经起好了 然后中间箱会的地方也已经完成了两片 接下来我们把底部的四根发夹取下来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收口 我们要去剪一圈铁丝 这个铁丝要剪多大呢 我们要剪21.5厘米的直径 好 我们围要着这一个框生 剪出来大概的铁丝 然后再把它圈起来 好 剪出来的铁丝 我们把它扭一下 让它跟桌面平齐 好 整理好之后 我们把它扭成一个圆 这个圆一定是20到21.5厘米直径 20厘米就刚好跟正方形的直径一样 然后我们可以做大一点点 所以21 21.5都可以 我做的是21.5 好 大了一点 好 放下来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圈好了21.5厘米直径之后呢 我们用变工胶带把这两头缠起来 现在我们把这个铁丝已经圈好了 我们就把它穿进这个框里面去 一定可以全部穿进去的 我们把它往下滑下来 把它收下来一点 现在我们来开始收口 收口怎么样收呢 我们滑下来之后呢 从这一个角往上数 第一个交叉点 第二个交叉点 我们在第二个交叉点和第三个交叉点的中间 把铁丝收起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夹子去掉 然后找出来这两片蓝色的 找出来两片蓝色的之后呢 把它掰下来 掰下来之后 这一片从这里穿下去 这一片从这里穿下去 这是第一组 第一组是跟其他有所不同的 我们这第一组是为了把铁丝固定住 把一整圈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一片退出来重新穿 现在呢我们倒退着来去把它完成 好第二组 稍微拉一下 掰下来 从这里穿下去 这一根跟第一根就是不同的 下面也有两片 我们只穿过上面一片就可以 第三组 拉紧一点点就可以 不要拉太大力 掰下来从这里穿下去 掰下来从这里穿下去 我们就按掉这个方法 把一整圈做完 拉紧一点点 拉紧一点点 好最后一组 拉紧一点点 好这里掰下来之后呢 从过这里穿下去之后 这里就压了两片 所以为什么要退出来重新穿 就是这个原因 不对出来的话 这个铁丝就露出来了 推出来重新只穿一片 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去把它们收紧 然后呢 把它们穿一格 现在我们先拉着底下一片 再拉这上面一片 两两对称的拉 拉紧它 拉紧了之后穿一格固定住它 再拉紧 再拉紧 穿一格 第一圈我们全部都是只穿一格固定住就可以 第二圈才是把所有的都穿下去 好 拉紧 拉紧 穿一格 拉紧 穿一格 穿一格之后 我们要把底部的正方形变长 把它捏出形状 拉紧 穿一格 我们就这样把一整圈先完成 现在我们把一整圈穿一格之后呢 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我们把它全部都拉一下 拉一下之后 我们就把底部的边长 把它捏出形状 两两对上的拉一下 两两对上的拉一下 现在我们来开始把底部的边长拉 把它捏一下出来 捏出来边长 好 我们就这样把四个边长都捏出来 现在四个边长已经捏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藤条 全部把它收起来 同样是两两对称的拉 然后把它穿完 好 这一个可以直接穿过去 这个对称的 直接把它穿完 穿过去 全部是两两对称的 再最后拉一次 就可以把它全部穿完了 有多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掉 好 这里是可以藏住的 都把它穿进去 这一个穿过来之后呢 这里有多的 我们就要剪掉它 剪掉之后 直接把它穿过去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全部完成 最后一根 好 穿进去了 穿进去了 全部就穿完了 然后我们把这些没办法穿的 我们退出来一格 把它剪断 再穿 再穿进去 好 检查一下 还有这一片 拉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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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进去 检查一遍 检查了没问题 那我们这个临时收纳框就做完了 完成 放临时 放干果都可以 喜欢这个作品的 大家自己动手做一架 咱们